上下五千年,中国之称从何而来?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中,能否找到中国最早的出处? 习近平曾肃骨严禁,中国二字最早建于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和尊之上。 中最早的含义指的是部落首领在召集人开会的时候,插在部落中央的杆子,它也是标志着部族的人中心位置。 那个国字呢,就是我们反体字中国的国里面那个货字,中间这个圈呢,代表的是城,上面一横,下面一横表示的是城的勾毫,在这个右边呢,就是兵器那个阁,也就是说呀,用武器呢,来保卫自己的家园,就是国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,必须知道自己是谁,是从哪里来的,要到哪里去,想明白了,想对了,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。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,是没有文字书写的,那么那么长时间的历史,怎么去构建,完全靠考古,这是考古的意义。 那么最直接的我们是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,三大哲学问题啊,我从哪里来,我现在在哪里,我要到哪里去。 2020年9月28日,在中南海怀仁堂,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上了一堂考古课,他认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,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,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。